不担他的医药费 那你上学的学费都是哪来的呀 从我开始上学起 爸爸就 虽然他高位节肢 但是他还是出去给别人 种蘑菇 一个月都是两三百块钱 连最高的工资都是一个月五百 他从一天做到稳 一年赚的工资都不提别人一个月 那妈妈干什么 妈妈在家种田 带我读书 他们俩对你好吗 非常好 妈妈从来没有亏待过我 即使他们吃的东西都是 家里也没有什么可以吃的 但是他们从来不让我喝着 他们经常跟你说些什么呢 要我好好读书 我将来考的好大学 爸爸走的那一天最担心的是什么 他要我好好听妈妈的话 要努力读书 妈妈说什么时候告诉你 你不是他亲生 也是从五岁开始 他说他是把我从乡政府的门口捡来的 他也不知道我亲生父母是谁 今天是你一个人来的吗 没有 我和妈妈一起来的 他就在后面 那我们一起跟妈妈聊一聊 打开第二现场 你好 何大姐 听见我说话吗 何大姐 她的耳朵不好 何大姐 你帮我问一下妈妈 意思是指 妈妈今天带你来的目的是什么 妈妈 你 你这一带我累是为了妈的 要你 送你切死妈妈的 你 抓去 妈妈 嗯 你不要我的吗 不是我不要你 我是 对于我娘去腿的 心里不好 不过一辈子 只有 能不能 护卖 容易 你 是 不过一辈子 他근気 都不过一辈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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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他心里感受什么吗 怎么我老是被别人弄来弄去 我原来被送到另外一家 另外一家又把我抛在乡政府门口 然后另外一家收入留了我 今天他又把我推开还到亲生的母亲怀里 我怎么不像个东西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的感受吗 妈妈她是不想我跟着她受苦 所以她也把我推她受苦 那你理解 那你理解 所以你认为什么是苦 什么是幸福 幸福就是和妈妈在一起 就是跟妈妈在一起 怎么苦都幸福 对 跟不爱自己的人在一起 看着怎么幸福都是苦 嗯 你们有什么话 跟这个失散了16年的亲人 要说的 你们直接跟他说 你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 给他爱的机会 好 接下来是母女的告白时间 孩子 妈妈不求你的原谅 看求你 看求你给妈妈的爱吧 总可以了吧 给妈妈一个爱你的机会好不好 他当年是真的做错了 他真的知道错了 就给他一个再爱你一次的机会好不好 现在已经完了 你去干嘛吗 你去干嘛吗 一直看求我爱你 全力吧 其实妈妈说的很爱你 他把你送走以后 他日日夜夜会到那里哭 既然把我送出去了 就不是我的妈妈 其实当年我也有错 这不关你的事 当年 当年你生下来的那一晚上 爸爸妈妈 我不要跟你一句 跟我的朋友说 你已经生了 但是我 但是我跟我最好的朋友 说我生了个妹妹 我让他不要跟别人说 结果他跟他的妈妈说了 结果全村的人都知道了 所以爸爸才真的 在强迫妈妈 妈妈才带着你去躲起来的 他是真的 回家都回不去了 如果那家人 他不是说 会把你当作 亲生女儿来看待 妈妈也不会这样做呀 这不管你的事 毕竟你当时还小 可是如果没有我 你也不会被送死了 你要怪就怪我 不要怪妈妈 好不好 妈妈当时 把你留下 不要 妈妈当时 这是你们的故事 在家里 比姐姐 比弟弟 故事还要我的生活 然后再故事 给一个朋友 我有点非常不明白 你哭了这么久 我也没看到有一滴眼泪啊 因为他 他是眼泪哭干了吗 我觉得是的 这么多年 他真的不是说 这一次的这里哭 他一直在家里都有哭 有时候他就听 他像现在一样 听到这种声音 但是他就流不出来眼泪 我在旁边真的好难受 说一句 他哭了半天 一滴眼泪没有 是他常年形成了一种 神经性的一种反应 他的倾诉 已经成了神经性的反应 好吧 我为我的话表示道歉 我妈妈还在那边哭啊 妈妈还在那边 十六年的养育之恩 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血脉亲情 虽然养母极力把笑宴 推向亲生母亲的怀抱 但是却实在难以割舍下 这份亲情 多一分钟的守候 多一分钟的牵挂 或许都能填补他 哪个即将失去女儿 破碎的心灵 那么 年满十六岁 北青生母亲遗迹的矿销宴 能割舍下 对养母的养育之情吗 妈妈在门口 要不要把她醒出来 要 去吧 把门打开 早就冷 让我 让你 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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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 让我 让我 阿姨 跟我一起下去 让我一起下去了 让我一起下去了 你不要让妹妹这么难过 好吗 好 妈妈 别哭了 妈妈 你不要哭了吗 妈妈 问你几个问题 妈妈 我问几个问题 别哭了 你肯定这16年来跟自己的养母 妈妈有很多话要说 感谢她养育自己 我接下来给你一个时间 你先对自己的养母 说说心里话 好 说说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嗯 好 接下来是笑页的告白时间 妈妈 虽然你没事 但是你肯定 帮我养得 不热义 母 母 母 公子 我离开你 你漂亮了 母人给 母人照顾你 如果你生命了 没有人会照顾你 去年爸妈要走了 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不要哭 姐 你自己走你妈妈家 去哪里 开开谢谢 读学 不好意思 我去师父了 不 我就是不会走 我只有你一个 妈妈 求求求你不要赶我走 是 爱你呀 想多年啊 都是啊 我年纪大了 你心里人不好 你走你妈妈那里 过幸福一次 过好一次就我就开心了 我就是不走 我就是不走 你去啊 我不走 不听话呀 不听妈妈话呀 什么事我都可以听你的话 但是这件事就是不行 妈妈妈是没有这个能力呀 照顾你啦 必须要你走她 走她 牵手父母哪里去啊 来 该说的话都说了是吧 反正你就是不走 对 好 接下来 母女对母女对白 好不好 我们也看作是两个家庭当中的对白 行不行 这16年来你所有的思念以及你对小叶做的所有的事情 不管是暗中关注她 又或者是拜托她的邻居照顾她 这些事你都自己说 这是很重要的时刻 这可以说是16年的一个交替吧 接下来是母女与母女之间的告白时间 大姐 感谢你对我愿意的养育之恩 我都在这里给你救公了 你辛苦了 谢谢我 我是对你不惧 你女儿在我家呀 不够苦衣服啊 羞虑 羞虑虑呀 阿姨 你不能这么说 如果没有你 我今天都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妹妹 真的太谢谢你了 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我们这一家来对你的谢意 如果妹妹肯跟我们回去 我们真的这一家会把你当亲人一样看待的 妹妹 其实一直超过多年来 从妈妈打听到 你就是她的亲生女儿 她就一直默默地有托邻居给你送东西 难道你没有收到过吗 莫名其妙多出来的衣服 你以为都是邻居送给你的吗 有时候家里困难 你以为都是邻居这么好心 会莫名其妙地给你人家钱吗 这年 去年 你养不去世 你以为莫名其妙的人家邻居会给你一钱多块吗 其实说实话我们家里也真的很困难 她慢慢得知那个消息 她当时就跟爸爸两个人赶过去 天那么黑了都赶过去 就是为了给你送钱 但是他们真的很想那个时候 去安慰你 但是他们没有勇气 可是妈妈她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跟你来告白 她向全国的观众 站在他们的面来向你忏悔 你就给她一个在爱你一次的机会好不好 你看妈妈哭得真的好伤心 我是不会和你们回去的 我是不会和你们回去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